篮球场边马路上 突然出现一团白色浓烟 像是什么东西被炸开 浓烟就像云朵 被风越吹越大 离奇画面让路边民众都傻眼 原来是有人在篮球场边丢制鞭炮 不断冒出大量浓烟 还发出巨大响声 惊扰到了附近民众 事发在华莲秀林乡富士村 两名男子在篮球场 往台八县的马路上丢制鞭炮 巨大响声惊扰社区安宁 一旁又是加油站 附近住户上前阻拦 没想到却被追打攻击 只见前方被害人飞速逃跑 在加油站前 却不小心脚底一花跌倒在马路上 后方男子立刻扑上前 毫不留情殴打对方 后方另一位放炮男子也冲过来 被害人见情况不妙拔腿逃跑 但两名男子还是不断追打 导致被害人全身夺处查伤 警方调查发现 涉案两人没有前科 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想越无聊去完鞭炮 被害人仅有手脚腹部查错伤 后来双方私下和解 本案虽被害人不提出伤害告诉 为本分级为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展现严惩不法的执法态度 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规定 就责採处 恶作剧放鞭炮还丢制到马路上 惊扰附近居民 还影响交通往来安全 两名男子将为离谱行径付出代价 记者留守家网友洋花莲综合报道